所以这个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,国内我们成功的记忆比较高,国外可能需要几个国家的合作,才可以把黑客绳之以法。 他们来破坏新加坡是最近几个星期的事情,但是他们在全世界搞坏事,其实是好几年的事情了。 人家说Botnet,就是几百万台电脑被他们操纵,用来做坏事,这些阻挠,都是留在一些法律情况不十分明朗的国家,很不容易抓到。 偶然抓到一些,他们被上法庭之后处分,得到很重的罪行,可是另外一个坏人又来了。 所以这个是长期的一个斗争。 我看国家跟国家之间必须找一个更好的国际的一个共识,能够共同处理这个问题。 可能需要一个合约,那我们大家同意去追究这些坏人。 但是你知道世界是很大的地方,有些国家不一定完全跟你合作。 所以这个就是全球性,全球化的一个头痛。 可是在新加坡,我看我们必须尽量保护自己。 那我们知道有些问题是国外来的,我想办法在边境能够控制住。 所以至少不让他们能够从国外操纵我们的系统,或者把我们的系统打垮。 在重处中那里,我们有点重处理,想要打托。 我们要对我们的系统,这是个好力的。 我们将来我们的系统中。 这是一个系统。 我们接近的一期,那么诚船会又能够上乱, 我们越南来越南京。